好久不见,我是徐小胖 前不久跟大家讲了齐桓公的故事 相信大家还记得吧 齐桓公,春秋我爸之手 管仲杀得得力干将 那齐桓公是怎么死的呢 这其实是一段非常传奇性的一个故事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也算是奖励史的贩卖片了 这个齐桓公你强大呀 春秋我爸之手嘛 自然他身边溜须拍马的人就多了 比如说有这么三个人 第一个人叫开芳 开芳是魏国的公子 不是那个姓魏的魏,魏生间的魏 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国家 他呢,因为他很弱小 所以要找一个国家当扣闪 好许这种齐国 这个开芳就是魏国的公子 很小就被送到齐国去当人质去 为了表示他们的忠诚 说我们多忠诚啊 我们把我们人质都给你了 你以后照着我点 这个开芳啊 自小就在公里长大 等整了之后 他就越来越不想回去了 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当时 美国的国王有他爸爸 死了 想让他回去调个笑 见面 都不去啊 都不去 我要留在齐国 齐和公您是我爸爸 他才不是我爸爸 然后就到这个程度 齐和公感动的呀 非常感动 哎呀,太棒了,哎,开芳啊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叫树雕 树雕也是从小进宫 但他不是什么人质 就是进宫服侍齐和公的人 很小时就进去了 不知道怎么能服侍国王啊 就这意思 等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 那不得了了 你就得出宫了 大家都知道太监吧 太监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有太监这个词呢 就是怕 哪天国王没有雨露均沾 妃子在皇屋里安安大不住寂寞 就把皇帝头发搞得绿油油了 那多不好呀 所以 要不 男的服侍国王的话 都得阉割 这样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嘛 所以开放也是如此的呢 第二一行政第二行政都发育了 你也得要不然出宫啊 别在这呆着了 要不然你就得阉割 这个树雕啊 我放不下呀 我打也服侍齐和 我离不开齐桓公了 于是从旁边拿起一把打刀 咔嚓 哎 说预恋子宫 非前自宫 把自己叫个事 看掉了 啊 行 我抓人感动 哎呀 太感动 太感动 好 好臣子 第三个人 叫义牙 他是呢 是个厨子 啊 做饭挺好吃的啊 给齐桓公当御厨 有一天 这个义牙给齐桓公 端了一盘牛肉出来 牛肉 齐桓公尝了几个 打起巴起嘴 说 有点柴 不是很好吃 你说试试 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嫩的好吃 啊 小牛肉 别 然后母牛 人家好吃多了 哎 你说 人是别这样的 老人七十多岁 那就不好吃了 小孩六七岁 三四岁 那好吃 随口一说啊 大家都知道随口一说 齐桓公也没放在心里 没想到这义牙 寄心里了 过了几天 又躲上白肉了 这个齐桓公一吃 哎呀 鲜花爽口 非常的嫩 然后这齐桓公 啊 好吃 哎 这谁的肉啊 以后都做啊 挺好吃的 是鹿肉吗 还是马肉 没吃过以前 几天这个 一牙 擦眼泪说 秦桓公 我想想我这也不是什么 有什么没什么用 我就把我家三岁大的儿子给杀了 做很厉害肉 您说好吃 那我就放心了 这个齐桓公一听 哎呀哎呀 干嘛呀 我刚才就随口一说呀 我之前那种没当真 你干嘛这样 越来这么说 而且心里更感动 进入第三件事之后 齐桓公 已经对三个人 越来越信任 但是 管仲可不是什么傻人 他不像齐桓公的吗 他的人可是聪明的人 他一下看完 这不对劲来了 就跟齐桓公说 齐桓公啊 这三个人 你别再用 不可信 齐桓公说 为什么对我多好呀 这么贴心 管仲说 人呢 绝对是 爱照顾自己的 胖 胜过 照顾别人的 胖 绝对是 照顾自己儿子 胜过 爱照顾别人的 儿子 绝对是更爱惜 自己身体 胜过更爱惜 别人的身体 这个开芳 他爸爸死了 不回去掉校 不见他最后一面 一牙 把自己儿子给喷了 给您吃这把肉 竖掉更夸张 啪 把自个儿的 给割了 对您表忠心 还要正常吗 这违背人的伦 这太夸张了 这不可能 所以我不相信 仨人 是一片好心 那肯定是 包丧祸心 像害您的 所以您别再这用 别再用这仨人 齐桑公一听 有道理 这已经不正常 他不可能这么来 讨好我的 这心就 悬着了 后来就把这仨人 给赶走 但是管仲死得早 管仲死之后 齐桑公 又心软了 就又把这三个人 也召回来了 果不其然 这齐桑公最后 真被这三个人给害了 齐桑公老之后 这仨人 把齐桑公 关在宫里 不给他吃饭 也不让他走 就这么软禁的功力 让齐桑公 生生给饿死了 我之前说 在齐桑公 他死在床上 六十多天 没人去管 也一方面有这个原因 后来 他的皇子 纷争 也有一部分 这三个人 在这裹乱 所以这次 给他讲了 这么一个小故事 以后 虽然 可能不太这么夸张 如果以后 你们要当了领导 当上司 有人这么取悦你 加班加点 别人春节不回家 那加班 为了成官 小心点 他们为了好心 好 今天的这个 范围片 讲到这里 因为确实 我觉得我 讲历史 讲的有点 没有太片面 可以这么说 多加一点 这些小故事 让这些人物 更丰满一点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好 感谢你 收看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